嗨,这里是RRC Boss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滇缅会战 也是中日抗战中最大型的战役之一 这场战役不只牵涉中日双方 英美两军也加入了这场战役 使得这场战争变得更加激烈 滇缅会战分为第一次滇缅会战与连北滇西战役 1938年后,日本与中国的战线进入胶着 无法再次发动大型进攻的日军 转而进攻中南半岛 以夺取物资并孤立中国 但此举却侵犯西方列强于东南亚的殖民政权 引发英美两国不满 1941年12月 日本为针对泰国与缅甸方面的作战成立第15军 1942年1月4日 日军越过边境入侵缅甸 到了30日 日军占领了缅甸重政毛弹年 又阻止缅甸首都染光 仰攻在3月8日于日军第56师、18师进攻下连线 而日军又将进攻目标指向曼德勒 企图攻下此处已切断滇缅公路 克制物资进入中国 早在1941年12月 中英两国就签订了共同防御颠缅路决定 并成立军事联盟 英国为了守住在东南亚的主要物资来源地 也就是英属印度 颠缅便成为了保卫印度的战略要地 国军由第5军、第6军及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 并驻扎于大理 先头部队第5军、第2百师驻扎于宝山 1942年2月 英国向国军请求派兵支援缅甸 蒋中正令杜玉林为远征军代理之令长官 于3月进驻纳旭 第2百师于3月9日到达铜谷 接替英军进行对日军防守 此时日军已占领阳光 在梵田翔二郎指挥下迅速发军 企图于最短时间占领曼德勒 而中英同盟则计划以铜谷为中心 左翼国军主力、右翼英军 兵分三路进攻日军并收复缅甸以南 但日军进军速度太快了 迫使第2百师与日军于铜谷展开了第一波战事 此时英军撤手至碑妙 并计划退至印度 日军于3月16日以空军轰炸铜谷 又在最后轰炸英军马归基地 将英国空军战力尽速摧毁 日军自此掌握了通军的制空权 并于3月21日进攻铜谷 铜谷战役正式爆发 日军第50年师在空军援会下 被铜谷发动进攻 但被国军第2百师挡下 于是日军又加派兵力 于22日再次发动进攻 但第2百师从侧翼进攻 再次击退异军 此时指挥官史迪威签发了铜谷会战命令 并要求国军第5军新兵第22第96师南下支援 3月26日日军第55师从西北南三面包围铜谷 猛攻第2百师阵地 国军挤入唐室图为魏国 在日军强烈进攻下 国军防守也开始出现缺口 到了3月27日 国军第5军第22师援军抵达 然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也在此时抵达铜谷一带 国军第22军遭受日军第56师阻挡 未能立即支援200师 日军又在此时对铜谷施放敌气 造成国军死伤惨重 3月28日日军第56师来到西塘河东岸 驻扎在此以第211团隔着一条河对峙 此时铜谷完全被日军包围 断开了与外部联系 3月29日 中国远征军第6军与英勉军从东西方发动攻击 一度托使日军终止对铜谷围攻 但这时日军第2波增援部队第18师也抵达战场 日军以数倍的人数优势准备对铜谷展开包围歼念 而此时的第200师已战死2,500余人 几乎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 3月31日 国军第22师奉命向东方对日军进行洋攻 以掩护第200师向北徒为撤退 日军在发现第200师撤退后 企图追击但遭新22师强力阻拦而无法得逞 此战日军第55师严重受创 使日军暂缓了向北进军的脚步 4月2日 罗卓英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并听命于司令指挥史独威 远征军第5军在平满那儿驻扎 在杜玉敏指挥下准备于此对日军进行迎头痛击 远征军信心十足 然而日军第56师却在4月1日时向东进军 准备攻占第6军所在的雷固 第6军战兵55师防守雷固 并以93师防守东军 而西边的英勉军则是遭日军第33师的追击 英军决定放弃缅甸撤手印度 并要求国军派兵支援其撤退 4月14日 日军第33师沿着伊罗瓦底江向仁安枪发动进攻 并在15日抢下了北岸渡口将英军围困于仁安枪 就在此时国军第66军第38师团长 顺利人自动请英 愿意发兵并救援受困英军 此时英军水源被断陷入万分危急的状态 第38师第113团夺下北岸渡口 并朝南岸日军发动进攻 双方激烈交战 同时英军也企图于包围内部发动攻势 但几次突围都不见效果 第113团与38师会师 一同向包围仁安枪的日军发动猛烈攻势 历经了三天的激战 第38师在4月19日夺回了仁安枪的控制权 此役被英军称为亚洲的奔克尔克奇迹 在恩利仁将军的指挥下 第38师亦被向异军发动赶攻 但是此时的英军已不愿意继续在缅甸战斗 第38师只好为英军电后 让英军顺利渡江往印度撤离 而第38师则是撤回曼德内 准备与远真军一同继续战斗 就在日军包围英军同时 缅甸东部的日军56师也向磊顾发动进攻 到了4月20日防守磊顾的第55师 终于不敌异军开始撤退 磊顾宣告失守 4月21日日军又再度向东支进军 远真军第6军不敌败走 此时位于中路的第5军 已知两侧防线皆已动摇或败走 杜一鸣无奈下取消了胜率极高的平板纳会战计划 辉军向东元就东支 4月23日第5军先锋与日军展开接触 到了24日清晨 第200师开始对日军进行猛烈进攻 打得日军措手不挤 东支在25日被远真军收复 但此时指挥官要求第5军撤回曼德二 准备再次决战 于是26日东支又再次陷入日军手中 日军56师继续追击第6军 第6军在追击之下败走 撤军退回中国境内 日军56师此时急逼辣须 而辣须失守便代表着滇缅公路的全面封锁 远真军第66军于4月28日徽军持援辣须 但驻扎于曼德勒的英军却在此时选择向印度撤军 刘国军为其断后 第66军在辣须仓处组成的防线 在日军56师与空军的猛烈炮火下全面崩溃 辣须于29日落入日军手中 滇缅公路遭受全面封锁 此时日军中路55师与辣须56师发兵夹击曼德勒 曼德勒会战打响 远真军第5军阻挡了日军第55师的进攻 8天昨夜 也掩护英军全军撤回印度英帕尔 此时日军56师也分兵向东进攻 在5月初直接打入中国境内颠西一带 攻下腾冲直一宝山 直接进军至沐江西岸 国军守军乍桥组长陆军陆河 两军遂及展开渡河激战 国军将渡河陆军尽数歼免 使两军进入隔岸对峙的形势 此时曼德勒的远真军 未避免后日遭断开始撤军 原本司令史迪威与罗卓英规划 将远真军撤至印度 但指挥官杜玉明却决意将远真军撤至密之纳后 再转入中国境内 然而与此同时 企图渡江未果的日军第56师主力已经转向 在5月5日占领巴默 8日攻下密之纳 远真军撤退日线遭断 只好分军撤退 第66军与第5军第200师 原滇美工艺向腾冲奋力突围 第5军胜于部队向北进军 企图从野人山绕道返回中国 此时由孙利仁所领导的第66军第38师 认为此撤退路线过于凶险 为保存部队实力 第38军玻璃大队向印度撤军 第38师成功撤军 保留了完整的战力 然而向腾冲败退的第66军与第200师 在通过巴默后与封锁公路的日军展开交战 5月18日第200师的师长戴安然 不幸遭机枪击重 于5月26日伤重不治 国军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勉强处委 最终只剩2600人通过会通桥撤回中国境内 而最后一支远征军第5军部队来到葡萄 企图穿越野人山雨林回到中国 第22师与第96师兵分两路 冒着乙迹进入野人山 第96师在6月14日由葡萄向东穿越野人山 却遭遇日军第56师埋伏 第96师死伤惨重 副师长胡义兵更是当场战俘 而第5军主力22师遭遇伤红爆发而被切断退路 在断梁八天后因疾病以饥饿开始出现士兵倒闭 超过32000名士兵再次阵亡 第22师勉强在美军通投支援下改策入印度 最终在7月25日已剩下8000人的惨况 测入印度必多 而在8月16日 96师也终于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之下 测入滇西舰船 缅甸正师被日军攻占全面沦陷 第一次滇缅会战 造成国军远征军重大的损失 而印军也将注意力专注在欧洲战场 而忽略了亚洲战场的情势 所以在几乎不作为的情况下 撤军造成缅甸失守 面对原本大好的形势逆转 以及众多同袍死于非命的不甘 远征军对日军恨之入骨 为一年多后的反攻埋下伏笔 缅甸公路被封锁后 来自美军的支援只能由空军运送 极度不变 此外滇西部分区域的陷落 也让日军获得从南方进攻 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机会 于是在1943年底 英美中三军开始展开反攻的计划 此时驻扎于印度的国军 接受了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装备与战斗力大大的提升 缅北滇西战役就此爆发 而这也是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喜欢我们的频道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们 让我们在未来做出更多关于 国军和国民政府 中华美国的主题 欢迎以小额捐赠的方式 在下面支持我们 我们的来源